应该是一个主公人的一个心态 或是说一个服侍主的一个心态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几节圣经 第一点 我们是看路加福音第12章42节 路加福音12章42节 主说谁是那中心有见识的管家 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 中心 见识 管家 我把这三个字 三个身份 把他这个形容词都把它弄出来了 第一个是要中心 中心是什么呢 就是你对你的主人要中心 还有什么样 要见识 这个见识是什么 是指的你的这个见闻你的知识 见闻你的知识 那么这个 而且我们这个身份是什么 是管家 这个管家呢 就叫steward steward 那么这个什么叫steward的意思呢 这个steward好像呢 这个我们坐飞机 比如说他有空中小姐 空中小姐叫stewardess stewardess 那么这个steward的意思呢 要是当动 他当名词来讲是叫做空中服务员 空中服务员 那当然有包括男的 有包括女的 那么要当动词的意思来讲的话 就是说什么样呢 就是说他是来个管理 然后呢 安排 使这个一切都有秩序的 而是指的一个公众的一件事情 或者是呢 他来这个安排 或是看顾别人的财产 安排 或是看顾别人的财产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个神的管家的意思就是说 他是怎么样呢 他是来监督 而且这个来安排 这个一个大型的 一个公众的这个活动 比如说在一个教会 在一个学校 是公众的一个活动 他是来安排管理 那么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 他来管理 还是怎么样呢 而且看管 别人的财产的意思就是说 看管神这个家的财产 来管理神家的这个财产 那神家的财产是什么呢 神家的财产就是 神的百姓 神的百姓 当然你说神这个神的家的 这个这个教会里面 一切的财物啦 一切的这个器具啦 这个仪器啊等等 也是要是属于他的管理的 所以说呢 这只要神的一个管家 神的管家 就是说呢 我们是被什么样 信任托付的那个人呢 来管理 来维持秩序 在一个大型的一个公众的 一个场合里面 就是指的教会或是学校 而且呢 也管理保守呢 神家的产业 就是包括人 是这个弟兄姐妹的 还有呢 这个这个教会里面的 所有的这个 敬拜赞美的音乐 乐器也好 财务也好 这就叫管家 管家 那么所以说呢 我们的这个是什么样 是做一个管家的 那么这个做管家的 什么 要忠心 忠心 就是你的心 要跪于什么 跪于这个主人 主说 因为前面你看 这个四十二节就讲了 好 一开头就说主说 什么是主呢 就是他是你的 你我的主子 他是你我的主子 什么叫主子呢 就是他拥有你 他是就叫主子 这个主子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个所以说 你要忠心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心 不要说表面上跟着他 你其实你的心 不与他同行 所以为什么 这个有这个 启示性的恩赐 要做什么呢 就是你要听到 你的主人在说什么 你要听到 你的主子在说什么 他是拥有你跟我的 他是什么 拥有你跟我的 他是用他的命 赎回了我们的命 这个赎的意思呢 就是说呢 原来是我的 但是呢 被典当出去了 因此怎么样 我用钱 把他赎回来 再成为我的 那什么叫说 我们原来是被 典当出去的 我们被罪 典当出去了 典当给谁呢 典当给撒旦 那么这个 主耶稣基督 是什么呢 他是用他的命 换成我们的命 从撒旦的手 换回来 所以他借着死 败坏了 长死权的 就是指的撒旦 所以说 既然是有 这个关系的时候 什么 我们的 他为我们舍命 你还能找什么人 能够爱你 到一个地步 为你舍命的 找不到了 我想这个世界上 父亲跟儿女之间 是不是有这个中心的 都很难说 碰到大灾难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 这个流感肺炎 刚刚爆发的时候 就看到很多的 家庭的悲剧 什么家庭的悲剧呢 就是报道 这个有看到 有一个一家人呢 就是这个丈夫 得了这个流感肺炎了 这个妻子呢 带了孩子 马上呢 就把这个 所有的这个 这个什么家里的 这个什么 这个存款呢 所有的卡呀 这个银行卡 统统就拿走了 就带了孩子 跑到国外去 那就是说 你丈夫在家里 没有人伺候 你死就死了吧 我也没办法了 所以大难临头 这个劳烟纷飞呀 这个连夫妻啊 都之间都是转成末路 为什么呢 我要在旁边服侍你 我可能也死的 孩子也死的 那不如就是你一个死的 我们其他还有救 其实他 他等到这个发掘 自己家人有这个 当时流感肺炎的时候 流感肺炎刚刚爆发的时候 是非常厉害的 那么其实他 可能这个太太也感染到 因为通常这个流感肺炎 一进来的时候 他不是马上爆发的 他可能会潜 这个潜伏一段时间 那那个潜伏期的时候 也是会传染的 但是在这里怎么讲呢 他说呢 你要是什么样的 是上帝的 这个负责来管理神家的 一个你要对你的主子 有中心 你心不要旁贷 这个心不旁贷 我等一下讲是 怎么指的 怎么叫旁贷 那么见识呢 是什么 你要有见识 你在这个 譬如说吧 你这个 我们教会人 比如说 有弟兄姊妹 有这个身上 有些什么仇敌实力的压制 你为他祷告 当这个仇敌彰显的时候 结果呢 你这个做牧者的 做领导的 先看了下跑了 说自己先跑了 那你 你没有见识 那弟兄姊妹 怎么跟着你 你没有一个属灵的见识 是不是 你也没办法分辨 你怎么做带领 是不是 那没办法 好 好 我们再看这个第二段圣经 马太福音 二十五章 二十五章 第二十一节 主人说呢 你这良善 有忠心的仆人 仆人 所以这里讲的是 一个是管家 还有什么 另外一个做仆人 做仆人 那么这个 所以说呢 这个 所以我们只是一个管家 是一个仆人 那忠心跟良善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忠心跟良善 看前面刚才讲的是什么 忠心还要什么样 有见识 有见识 所以要综合起来 这两个圣经的话 这两个圣经 一个有忠心 一个有见识 还有有良善 还有良善 那么这是讲的什么 这是讲的神工人的一个品格 忠心良善 而有见识的 仆人 或者是管家 忠心良善 那个良善是什么呢 弟兄姊妹有软弱的表 一天到晚就随便就骂他 我很不幸的 我曾经看过有一些 这个神的仆人 这个恩赐很强 讲道也很好 但是他那个脾气 我真是服了 动不动就骂人 动不动就骂人 在他底下这个服饰的同工们 真的是很辛苦 很辛苦 哇那骂人 这个这个什么人 他只要脾气来都骂 有时候我就在想打一个 我好说说 你怎么选这样 说我也不敢问了 为什么呢 神的拣选是没有后悔的 是不是圣经有这块 神看中他了 我就不想讲 我算老挤 我批评 那个全能神创造者的 这个选择 只能说 为这个仆人祷告 他说 这个仆人 这个脾气 真是 这个 所以说呢 你看忠心还要良善 良善 那这个良善方面 真是要求主保守 为什么呢 这个后面 跟我后面讲的 这个他的这个品格 很有关系 这个提莫泰前书里面 这个第三章 尤其是讲了 这个主公文的这个性格 讲了主公文 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份 监督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这个 叫做这个 这个原文的意思 它是叫做 prespirator 这个prespirator的意思 就是说 去监督 去overseed 就是说 整个的来看管 整个来看管 那么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样 是可信的 做监督的必须 无可指责 无可指责 没有好指责 只能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你要是有两个妇人的丈夫 他就不行做了 以前的时候 的确是有 这个有人娶的是一个 一个丈夫 他有两三个妻子的 比如说像你看 这个在旧约的时候 在萨姆尔 他是不是 这个 就是 有 这个他的父亲 就有两个妻子 是不是 那他的这个母亲呢 因为不能够生产 就常常被另外一个妻子 就看不起 就就嘲笑他 所以说呢 那在旧约的时候 好像这个是可以的 有多富 这个一妻 一夫多妇 那么在新约是讲一夫一妻 一夫一妻 那么在这个 那有的时候呢 他有的这个大 这个大夫人家 他有的时候 他真的娶了两三个太太 三四个太太 有没有 有 那这样子的话呢 他就没有办法做 做这个 做善功了 做善功了 如果说结了婚呢 已经结了婚 后来信主 那么他也是一夫多妻 那么好了 那么你这个妻子 也不要把他这个就是 就是跟他离婚了 就是说呢 但是呢 你做 因为不是一夫一妻 所以说你不能做善功 你不能做执事 也不能做长老 也不能做牧师了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 所以说他这个生活 就不是 如果说你这个一个人的 一个妇人的丈夫 结果你在外面 有小三小四都没结婚了 那个就是犯奸瘾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个 那就更不用说了 那就更不用说了 那所以说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那么这个圣经里面 讲得很清楚 一个妇人的丈夫 你要是娶了两三个太太的 你就没有办法做 那当然了 其实呢 这个在新约里面 这个娶两三个太太 不是好事 不是一个对的事情 但是呢 既然结了婚了 那么 那么就按照嘛 就是说 你可以信主 你可以得救 但是你不能有这个 但是如果说 你没有结婚 在外面小二小三 那对不起 那就是很清楚的 就是犯了这个戒 更清楚的 所以说呢 有这样子的情形 他有截止 自首端正乐意 借待远人 善于教导 不可因酒自食 不打人 只要有温和 不争敬 不贪财 出入教的第六节 不可做监督 这句很重要 恐怕他自高自大 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 监督也必须在教外 有好名声 恐怕被人毁谤 落在魔鬼的网络里 那么这些都是讲到一个做仆人的一个心态 跟他的一个身份 那么在这里还要讲的是什么呢 他说 必须端正不可 一口两声 不好喝酒 不贪不义之财 不贪不义之财 什么样的 那在这里面讲的一些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讲到他这个一个一个做主公人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性情 那么这个教会的指使跟长老也有讲到 讲到说什么 不可贪财 这个你不是为了贤财来服侍人 也不是要挟制这个弟兄跟姐妹 所以这个做主公人的这个身份真的不简单 你不可以挟制人家 就是掌控别人 就是我们所说的耶洗别 或是压沙龙 这种心态的灵 你看看那个压洗别跟压沙龙 他们在圣经的时候 既然他们有没有带掌控有很大的掌控 有很大的掌控 那么这个神的意思说 你不要用你自己的心实验去想掌控别人听你的话 要循循山友什么样 你带领他们走一个神整的这个阵子路 这个不简单 很多人是掌控的很方便 我要怎么掌控你就掌控你 但是搞不好这个耶洗别的理由就进来了 那么很多的这个 尤其是这个姐妹们有时候个性特别强的 你要注意这一点 注意点 有时候不知不觉就可能进入掌控了 这个这一点要注意 但是你要是发觉你有耶洗别的理 也不要太紧张 我记得我们以前做过这样子的一支师范 我们发觉有一半的都有 好多姐妹就来写信问我 她说我牧师 我刚刚发觉我有耶洗别的理 我说的这个我们以后组一个耶大姐的 一个俱乐部好了 为什么呢 我说一大堆可以组一个俱乐部了 我说也不要太紧张 好好去面对她 就把她赶出去就好了 因为我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 那就是说没有一个完全的人 没有一个完全的人 我说包括我在那里 我身上也有一些可能不合乎主性的 只是我也还不知道而已 等于知道了 我也在做自我的捷径 所以说这个事情是这样 不怕有问题 只怕不知道 最更怕的是知道了你不去对付 那糟糕了 那就更糟糕了 所以说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 还有说什么 不要为了钱财 所以说这个钱财是这样 很多时候在服侍的时候 很多的仆人都会落在这个圈套里面 因为这个生活的确是有压力的 的确是有压力 有很多的这个地方是需要花费 那怎么办呢 这个弟兄姊妹要是有按时候 他奉献的时候 那这个教会或者是这个组的工人 还可以过日子 有的时候呢 真的是这个这个吃了上一顿饭 不知道下一顿饭来的是什么地方了 那这个是很辛苦的 那么这个所以说呢 这个奉献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呢 神也鼓励他 他的朋友怎么样 都说你不要说因为来服侍他们 或是掌控他们 或是说因为钱财的关系 才服侍他我也看过有些这个 这个很不幸的就是有些这个服侍的人的 就看得有钱的就是前后这个 好像鞠躬哈扬的就是来服侍他们 想要得了一些好处 这个东西 主的仆人是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 他是至高者的神的仆人 他是神国的大使 这个东西呢 不应该为这种事情来鞠躬哈扬的 另外他眼目看的不是他的服侍 是看了对方的钱 而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需要这个去很注意的事情 而是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思和意念 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 而在每一件事情撒旦都会来试探我们 你想更好的这个保持有人员在你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实施的一些手段来掌控他们的心思意念 你有没有是为了你的生活的关系需要 你就特别去巴结那些有钱的人 我跟你讲 真正供应你的人是那个爱主的弟兄姊妹 不是那个有钱的人 真正爱主的弟兄姊妹 供应这些传道人呢 是那个爱主的弟兄姊妹 不是那个有钱的人 但我不说有钱的人不会 但是说在我服侍的经验里面 我很少看的这个有钱的人 反而不是那么多 有这样子的不多 真的不多 反而是爱主的弟兄姊妹来供应 所以说呢 这个而且呢 我们要是行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有神的恩高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 这个神这个供应是不会缺乏的 那么有的时候呢 这个弟兄姊妹在那里服侍的时候 就在那里跟教会斤斤计斤 我做多少小时 你该给我多少钱 我这个这个 我这听主日讲道是几个小时 我这个上来祷告是几个小时 我参加你查经班是几个小时 我都算到服侍的 每一算哇 这个服侍已经超过60个小时 但我这个不是这样算的 你要来寻求神的免 来祷告来参加主日聚会来查经 那是因为你想追求 你这个如果说每一个弟兄姊妹 因为我来参加的聚会 你就要给我钱的话 那我们学校的钱不够给你们 是不是 你变成我们要给你们钱 不是你们这个交学费 所以说呢 这个观念就是错误的 但是有时候我们在服侍的时候 因为什么样 生命不够成熟老年 我在服侍主的时候 头15年里面没有拿过一分钱 白天做事 晚上怎么样的 去打电话 去探访 去慰问 礼拜二参加祷告会 礼拜五参加查经班 参加查经班的时候 我们还跟弟兄姊妹一起聚餐 聚餐完了以后 收拾完桌子 碗筷以后再开始查经 查经完了 为他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也需要祷告 结束的时候都是11点钟了 甚至于还要更晚 然后才回家 礼拜六常常参加训练聚会 一下就是一天 有时候礼拜六晚上 还有什么半宵祷告 那孩子那个时候 一个是一岁 一个是三岁 就拿一个毯子放在地上 他们就自己玩 玩累的就睡在毯地 这个地上 那么有的弟兄姊妹看来说 哇他说 这个孩子太辛苦了 其实一岁跟三岁的孩子 哪里知道什么辛苦 有吃有喝 就相当自主了 所以说我们服侍是这样子的 到了教会是拎一个 背一个 拎一个 背一个 带了两个袋子 就是都是小孩的奶粉 跟衣服跟鸟片 就是这样带 然后礼拜天早上参加这个查经办 然后这个礼拜 逐日学 逐日学完了 参加聚会 聚会完了以后 下午就是开始怎么样 开始这个开会 很多时候这个牧师 要找我们同工开会 看完会了以后 三四点钟 四五点钟了 然后怎么样 去探访 探访 有时候探访两家人 然后以后这个晚上大概九十点钟才回到家 那个孩子就睡在这个摇篮里面 有的人说好辛苦 其实孩子也不知道 就是我们大人就是这么服侍 15年的时间这样过去 那我是从摆桌椅开始的 摆椅子开始 我以前曾经讲过这个见证 那么这个摆椅子该什么呢 就是我们那时候租的是美国人教会的这个餐厅 所以说每个礼拜六晚上要去摆椅子 你说礼拜六晚上是大家休闲的时间 在美国的话 礼拜六是大家玩的最疯狂的 我跟我母亲两个就去摆椅子 摆了椅子以后 每个椅子按手祷告 希望明天有一个人能够在这里坐下来听神的道 走的时候呢 把门锁起来 再为门框祷告 按手摸游祷告 希望怎么样 第二天 礼拜天主日 他们进来参加聚会的时候 经过主的保障 他们把这个一个礼拜的这个烦恼的事情 放在教会的外面 能够专心听神的道 完了以后怎么样 然后呢 这个把桌子 把椅子重新收起来 把这个饭桌摆下去 再把椅子摆好 再给大家乘法 这就是主工人的 在那里一毛钱没有拿过 也从来没有去跟教会去讲 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怎么样呢 就是不好残言 也不好毁谤 这个也不成这个这个讲东家长李家短 这个所以服侍主怎么样 要懂得把自己的嘴巴怎么样 管住 一个人勒不住自己的舌头呢 就就很不好了 因为什么呀 这个舌头虽然是白体中最小的一体啊 却是可以轮起阴间的吼 这是雅各书里面所讲到的 所以说做一个主工人的什么样 要记得你这个话不能随便批评轮断 这个都不好 所以说做一个神的这个监督的职份 或是做一个神的仆人或是管家 你看这个神的这个家里面 这个生命要被锻炼到什么程度 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怎么样被锻炼的就是服侍神 怎么叫服侍神呢 你不服侍的时候 你只是坐在那里听 你若是只是听而不续行 这个生命永远是 是在你脑袋里面 没有成为你自己的生命的一部分 当你不但听你也去行的时候 你就开始 我就常常说你要去许许原谅 你没有被人抵触过 你怎么需要去原谅 你没有被服侍的 你没有服侍人的时候 你服侍好的时候 没有人给你拍手 也没有很少人 有人给你说谢谢 当你有一件事情 没做对的时候 人家就是要佛秀而去 在你们外面说你一大堆 你怎么去学习原谅 可能说完那一大堆的人 可能过了没多久 又回来找你需要祷告 需要你的帮助 而你是还是能够帮 还是不能够帮 除非你事情太多太忙 我帮不了 我还有我自己其他的事情 否则的话怎么样呢 你还会不会有心 这个在外面说过 我都不帮他了 你看我们犯了罪以后 主是不是就完全不弃 弃之而不管了 没有啊 当我们真的碰到困难 来到面前 拯救主 他还是施怜悯此爱 是不是 这个就是说一个做主工人的性格 那么这个在这个 后来我这个开始服事的时候呢 这个全职开始 他是说叫半职 但是半职 其实我是做全职 那么等于说呢 你一个月开始多少钱 那一千块钱 那一千块钱是怎么 够加油吃点饭 买点小礼物 也就是这样的 这个那个时候过日子刚好 拭目还有工作 所以说呢 这个好像是靠太太生活 其实我也跟主 跟师母讲了 我们是靠主 靠主在那里生活 我说我来服事 就靠信心 那我说你在这里工作 你不要吃了 等会他想跟着我一起出来跑 我说孩子还小 需要一个大人在家 二方面我们需要医疗保险 你有一个工作的话 还有医疗保险 因为在美国买这个医疗保险 很贵的 所以说呢 除非说你这个算是一种 低收入的 你可以拿政府的 这个医疗保险 否则的话呢 这个你没有办法的 所以说呢 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就是我们这样做服事 做了很久 做了很久 那么这个 所以说呢 这都是神在那里考验我们 因为我们 我们做服事的时候 常常就碰到一个 财务很现实的问题 那么所以 人为了财务 就开始抓人 就开始掌控人 因为人多惨 就好办事 你看这个 为了这个事情 所以很多的服事的情况 我看了太多了 所以说弟兄姊妹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有好多的功课要学 为什么说出入教的 不可做监督呢 因为他的生命 没有被练利过 没有被千锤百炼 而不行承担的 所以说当摩西 他在年轻的时候 他杀死了一个埃及人 他想借了他自己的勇力 来解救埃及人 神根本就没有看上 因为埃及是一个很强大的亡国 在那个六千多年前 这个一个人能够打死几个人了 你打一个人可以 你打十个人可以打得过吗 你打一百个人可以打得过 你打一千个一万个可以打得过吗 埃及有这么强大的军队 在那个时候 是世界这个最强大的这个国家 那时候中国还在黄河流域 还没有发展开来 所以说呢 你看 所以说神说 我不要你那点力量 我先把你的品格 先怎么训练 先送到旷野四十年 旷野四十年是什么 那个叫破碎 破碎什么 破碎他一切的自以为一 破碎他自己 因为他可以做很多事情 破碎他自己的自我 我想一个王子的尊贵的身份 到了旷野四十年 是与羊在一起 这个羊还有羊三位 这个旷野的时候 也不能常常回去睡觉的 为什么呢 你要与羊睡在一起 因为晚上有狼有虎 有这个包子来 狮子来 你还要去赶 所以说呢 你看 这个这个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磨练到什么 磨练他的耐心 磨练他的忍耐 这个坚忍 为什么呢 因为神有一天要托付他 上百万以上的这个犹太人 以色列人要叫他带出来 那个羊还不会跟你说话顶嘴 他只会用脚去拱你 头去撞你 那么这个人就不一样 他跟你顶撞的时候用话 而且他会这个 纠结这个团 一团团的人来跟你对抗 你看这个摩西有几次 他们这个跟摩西对抗 所以说神干什么呢 是叫他练到他一个程度 他什么都觉得没有的时候 他就知道完全依靠神 他就知道完全依靠神 所以说你看 做一个神的仆人呢 神也要使用你的时候 神也允许你要经过旷野的道路 来磨练你的心思和应验 使你的性情呢 能够更多像基督的形象 所以说呢 求神的帮助我们 我相信在我们当中 就会有很多人 希望每一个人都以后起来 能够服侍神 好成为神的好管家 感谢主 那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今天呢 就讲到就讲到这里 好那么这个 这个好我们下面请这个 主持人为我们做个祷告 结束 好的 是的主啊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透过你的仆人 吴廷牧师 再一次用你的话来教导我们 主啊愿你更深的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你的面前 都能够成为那忠心良善 有见识的好管家 主啊 你来拆毁我们心中的偶像 除掉我们心里面的欲望 主啊 并且求你来向我们显明 我们心里面隐藏的骄傲 还有罪恶 主啊 你来清除我们里面所有 不讨你喜悦的 炼进我们里面所有的藏物纳垢 让我们可以成为 节制 自首 端正 乐意的接待 跟服侍的生命的品格的好仆人 让我们可以单单的与你对齐 主啊 我们谢谢你 又求你更多的家天赐福给吴廷牧师 主啊 祝福牧师 主啊 让牧师可以更多的透过牧师 更多的浇灌 主啊 更多的降下你自己生命的良辞给我们 主啊 谢谢你 也求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 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你 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阿们